各位朋友,我現在在冰江市場這邊 現在是10點47分 10點47分,我已經上線了 那今天就是要跑週間燙翔 週間燙翔,三天總共要跑第一標45趟 第一標45趟 那我就一樣順順的跑 因為45趟分三天跑,一天就15趟這樣 那基本上來說 目前啊,就以我之前的經驗 大概差不多15趟 午晚餐要完成是有可能 現在是...喔!系統還沒給單 我剛剛聽錯了 耳朵突然有點耳背 也不知道聽到哪邊聽錯 好啦,差不多說我要往那個麥當勞前進 好啦,今天就比較熱鬧啦 市場都開啦 那比方說,其實市場呢 週一是休息的 然後開週二 前面...喔唷,這邊不能走 那我走這邊 剛好碰到還要右轉 好吧 這邊塞車 那我只能走這邊 好啦 我專心騎車 專心騎車 好 哇,市場這個是塞車啦 塞人啦 好啦 啊 剛剛講... 對 剛剛講到就是 我要往那個麥當勞前進 這樣 沒錯 啊...我記得我之前有跟... 就是... 就跟大家分享啦 這樣子 我的經驗 分享我的經驗 喔 就是盡量要跟這個麥當勞啊 Subway啊 肯德基建立好關係 那... 呃... 有... 這有朋友問我啦 就是... 怎麼樣叫建立關係 怎麼樣建立 跑啊...跑去跟他們 這個... 電源談喔 就是... 都... 這個... 都把單給我 這當然不可能 因為這個系統啊 這個出單是隨機的 他沒有辦法指定誰 這樣 非常簡單啦 我的想法是這樣 這是我的想法 就是... 只要看到麥當勞的單 或Subway的單 盡量不要鋸單 盡量...除非你真的是... 譬如說大包裡面很多東西啦 真的再也塞不下 沒辦法再裝啦 喔... 那你才鋸 不然只要看到麥當勞 Subway啊 肯德基啊 他們的單喔 你就通通都不要鋸 全街 這樣子 那... 這個... 大概這個關係就建立起來了 我是這樣想啦 因為我自己是這樣子啦 所以當初我本來也會覺得說 有些麥當勞出山很慢喔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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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後來我就想說 欸... 麥當勞的這個... 這個店喔 這麼多 分店這麼多 其實他... 就... 其實就... 我在跑的時候呢 我很有可能在ABC三個分店喔 各取一艙 這樣我就三單了耶 然後... 然後... 然後我就想想說 嗯... 這樣我應該來... 跟麥當勞的建立好關係喔 所以我就... 有辦法試試看 欸... 果然沒有錯 就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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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覺得就比較高 喔... 當然... 其實大家會... 就... 可能大家也會有其他的想法喔 不過我還是用我自己的經驗再講啦 給大家參考參考 好... 各位朋友 大概等了10分鐘喔 我在這個... 這個... 啊... 復興北路跟明星東路口 大概等10分鐘喔 低單到了 很近 1.8公里 所以我現在去取餐啦 啊... 1.8 OK啦 啊... 現在要拼燙獎 的... 湯汁數量喔 就是要多接點短單 好的... 各位朋友 現在我人在台北文創齁 就鬆煙這邊喔 這樣... 剛剛把手中最後一單 送到這邊來 好... 那麼... 目前是12點47分 啊... 啊... 我跑了10趟 啊... 其實不是很多 其實不是很多這樣 但其實也算無縫 啊... 沒有很多的原因是因為 今天的這個行程都比較遠一點 大概說他媽... 2.5公里上下這樣 然後... 又加上等餐的時間這樣 這樣 好... 那... 所以就... 有點拖到喔 這樣 11點 啊... 到12點48 大概是一個小時 又48分 因為正確來講 我是11點... 那個... 那個... 就是... 那個... 11點多啦 接到第一檔 好... 呦... 我的這個... 我的這個皮膚好像有點受傷 皮粒粒的 喔... 這個... 哈哈... 我應該要穿那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 防曬衣啊 這邊也是有一點 但還沒跑出來 這邊是真的有一粒粒受傷的 燙傷 喔... 塞傷的那個狀態 喔... 這要再回去又要再擦那個蘆桂 好... OK... 呃... 反正就是一小時又四十多分鐘 四十多分鐘... 四九分鐘啦... 食燙這樣 喔... 接下來... 到... 一點... 半這段時間 齁... 不知道會不會有單 不過... 我想要去... 呃... 搜尋這邊應該是沒有單啦 因為... 因為我停下來 也差不多... 三十分鐘了 那我往南京東路方向走 去看看那邊有沒有單 好... 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松山機場的下面 啊... 捷運松山機場站這邊 啊... 啊... 剛剛送最後一單到這邊 十一趟 現在十一點十三分了齁 那... 應該確定是沒有單 所以我直接下線 喔... 不掙扎了... 不掙扎了齁 好... 那我現在要坐... 坐這個不外電梯上去 因為我的腳踏車停在這邊 我不知道可以騎進來 看我還停在停車場 有夠蠢的 好啦... 好啦... 沒錯... 我就停在這邊 自行車停車去 啊... 捷運... 啊... 雙山機場站出口山這邊 明明可以騎進去的 啊... 所以我就停在這邊 然後走過去 啊... 有夠蠢的 不過算啦... 有一次經驗下去就知道 好的... 各位朋友 目前呢... 午... 午餐啊... 今天呢... 就跑十一趟 啊... 啊... 週二嘛 呵呵... 週間燙獎第一天 喔... 這個... 啊... 經驗上是... 確實單量會比較少一點 喔... 那沒關係 喔... 晚餐再出來跑一跑 喔... 晚餐的話... 大概... 就順順跑啦 喔... 看能夠跑... 跑多少就跑多少 喔... 啊... 原則上來說 大概就是 已不花掉 我的... 所有電池的電力回原則 不然... 回家會很痛苦 哈哈... 因為我這台車 後面有那個馬達的關係 喔... 會有這個拉力 所以我在往前踩的時候 它會有一股力量在後面拖 拖著我 其實會... 騎的會比一般的人力腳踏車來的痛苦 這樣 所以希望是... 這個... 哈哈... 不要騎到煤店 啊... 啊... 先這樣子 啊... 晚上再繼續 好了... 各位朋友 現在是4點23分 啊... 我已經在這個... 啊... 冰江市場旁邊了 啊... 那麼... 現在... 我是要開始跑晚餐的這個餐期 啊... 我現在慢慢的往這個... 啊... 那個... 這個... 這個叫什麼地方啊 啊... 啊... 新北路跟明泉東 這邊慢慢前進 啊... 看看龍江路那邊有沒有什麼單這樣子 啊... 可能就是... 啊... 試試看 因為這邊晚餐的餐期我還不太熟 哈哈... 因為之前比較熟的還是金站那邊啦 啊... 反正往金站跑 就對了 這邊... 不是齁這樣 啊... 這邊我晚餐也沒來跑過幾趟齁 這樣子 所以就是要來測試看看 啊... 累積一點經驗齁 啊... 那麼... 中午 跑了11趟 啊... 那是希望 這個... 晚上呢 啊... 最差最差 啊... 也要把這個... 15趟把它補齊 也就是說 晚... 晚餐呢 要跑4趟 啊... 最差最差啦 哦... 要把這個4趟把它補... 補... 補... 補起來!這樣子咯... 要是晚上能夠跑到10趟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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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inct 只是来个11趟啊 那当然这个是希望啦 反正怎样我还不知道 因为这边对我来说还是想到金站那边 比较不熟悉 Database 比较不充足 资讯比较少一点 好啦 废话不多说了 就去碰碰运气 我要先去买一块水 先去Sever 买水 我那个人在干嘛 在公园中间 然后脱衣服 犯什么事情 这个公园怪怪的 我转进去看清楚一点 哦 没有 它在野营啊 嗯 嗯 啊 好啦 不管了 不管它在干什么 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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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秀进位置去 去蹲点去等单 这样子 嗯 把我的这个Database 建立起来 比较重要 好了 各位朋友 我现在在这个景州街 我直接往这个 复兴北路的方向走 那我刚去Sever 去买了水 好了 然后等了五分钟 没单 那没有单的话 我现在就要 往这个东区前进 这样 那我的打算就是 走到复兴北之后 然后从复兴北往复兴南的方向走 然后进入这个东区那一块 大概是这样 目前呢 是用人力踩踏的方式 用省电的方式 就是省电骑法 就是没开电门的骑 因为现在没有单 没有单就不要浪费电 呵呵 这样才能续航久一点 不过其实也没差 因为晚上我大概 最差最差跑个四趟 我今天的这个低标四五趟 我就完成了 好一点能够跑到十趟 我也心满意足 九趟也可以 因为我中午跑了十一趟 然后晚上跑九趟 这样也二十趟 也是不错啦 我是这样去思考 OK 不过其实我还是希望 就是每天 就是能够跑个低标 就是一个小时三百块 之前就是放弃一阵子这样子的思考 就是这样子的这个跑法 是因为那个时候是跑晚上 现在白天午餐也出来跑 那么说不定有机会可以达成 反正就是把它拉个平均值 先这样想 先这样想 要真的完成它 我觉得应该还是有点难度 目前的这个做法还是先充烫 烫吃数量就好 OK 好了各位朋友 生意上门啦 第一单 南东五麦当劳 不是南京东路五段 是南京东路三段上 南京东路跟这个复兴 就是复兴北路交叉口 好的麦当劳 现在要去取餐了 那这单是轻松单 轻松单 它的商品只有一项 餐点只有一项 然后这个距离蛮近的 轻轻松松的 应该就可以把它解决掉了 好 那么我要去取餐啦 各位朋友 我这个手手机的这个夹具的左下角断掉了 这是第二支了 这个又断了 这个 这个实在是不行了 这么容易断掉 我目前在庆程街 我刚刚就送一单到这边来之后 等了五分钟 因为我还去上一下厕所 缺了没单 所以我会离开这边 然后 可能我也会小心 那个什么 小心一点吧 就是 我的这个手机家具 断掉了 要再买一个 各位朋友 刚才从庆程街慢慢往 这个南京东路方向 马上接到一单 南京东辽宁街口的这个 One Good 结果呢 我非常开心的 起到那边后 这个店家告知我 还没准备好 他说 因为这单有十几个便当 然后我一听 对 我忘记看 马上打开APP看一下品箱 哇 真的是 有18个便当啊 还好店家还没做好 他也没有要拆单 那我想说这个店家反正没做好 而且他也没有拆单 那我就干脆我就 就把单就锯掉了 哈哈 因为店家说 单才刚到 啊 他才刚接到单 我人就到了 哈哈 超好笑 然后一等大概一等 啊 快要20分钟吧 店家是这样讲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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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算做好 他不拆单 我也是很难送啊 18个便当 好啦各位朋友 在我准备要继续往东区前进的时候呢 又接到一单了 啊 这个天人名茶 啊 那天人名茶呢 其实也算是老朋友之一啊 这样子 我也是有刻意呢 在这个 啊 建立跟他不错的关系 这样子 啊 所以天人名茶的单 我也是还蛮长就接到的 这样 那么这是天人名茶 是 这间天人名茶 在这个 南京东 复兴北交叉口 麦当劳旁边那一间 哦 这间我也很常接到他们的单 啊 相当的不错 那这一单呢 其实 2点多公里啦 不过现在没有单 我就 呵呵 加减接 2.6 2.6 哎呀 没有单加减接啦 哎呀 没有关系的 好啦 我要去取 我要去取餐啦 嗨 各位朋友 哇 这真的是奥购单 你到底有多奥购呢 哇 啊 真的是 2.6公里 60块吧 还是五十几块 我有点忘记了 待会仔细看 啊 十二杯饮料 呵呵呵 哦 真是晕倒 然后他们也不拆单 哦 好吧 搞得我后来有一单 那个夹单 我就没办法接啊 我就只好锯掉 啊 超不爽 呵呵呵 也没有啦 反正就这样子 顺其自然啦 开心就好了 啊 嘴巴讲不爽 但是其实 心里面也还好啦 呵呵呵 呵呵 因为偶尔嘛 就是过年过久 总是要度一下小月 对不对 哎呀 这样子想就好啦 好啦好啦好啦 廢话不多说 我要专心骑车 又过马路 呵呵呵呵 哈囉各位朋友 目前我在复兴北路上面 刚刚送掉一单 送掉这个 哎呦 这还不错哦 刚刚送掉手中的那一单 那么 跑了十四趟 意思是晚上再跑了三趟 呵呵呵 那么 现在我要开始人力啊 慢慢的往 往前啊 往前这个 往往东区的方向啊 现在复兴北路 哎呦 娃娃机啊 好多啊 哎呀 回过头来啊 现在要慢慢的往 往往这个东区的方向走 啊 慢慢的晃慢慢的晃 好啦 啊 啊 啊 就 看一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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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直直走啦 啊 不要往民生东路走 好啦 专心骑 好 各位朋友目前在 信义路二段这边 因为我刚刚送一单到林毅节啊 啊 那我就 又恢复人力模式 就是慢慢的往这个 啊 呃 永钢街上 慢慢骑过去啊 啊 看看那边的那个 呃 老朋友 啊 啊 这个军月排骨有没有单啊 啊 啊 听说最近这个顶太风都没有这个飞单啊 所以我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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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军月排骨 呵呵呵呵 啊 啊 目前我跑了18 哎 不对哦 我晚上跑了几趟 啊 我晚上跑了7趟 啊 现在总共18趟 啊 啊 啊 今天晚上也没有无缝啊 啊 没有 没有那种就是无缝的那种 接的爽爽的 都没有 啊 单跟单之间都还要稍微等一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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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的就等了差不多快10分钟 短的也要等个2-3分钟 好啦 啊 我已经到了东风淡出入口6这边了 啊 啊 我就在那边休息一下 啊 顺便看momo 呵呵呵 我要买那个 手机家具了 哎呀 断掉 各位朋友 目前我在潮州街上面 我现在要往这个南昌路 麦当劳前进 对 没错 又是老朋友 这样的 啊 啊 因为我刚刚送一单到这个 啊 金 哎 不是 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街啊 我也忘记了 金华街嘛 好像是那个 好像是金华街附近哈 啊 送完之后呢 啊 悠悠闲闲的 在门 弄东西的时候 啊 哎 系统又丢了一单给我啊 啊 啊 嘿嘿嘿嘿嘿 那我想说哎 反正是麦当劳 我就把它接啦 虽然说这个距离是有点 有点可爱的圆啊 这样子 从金华街到南昌路 啊 大概差不多一公里了 差不多就一公里了 啊 不过也没关系啦 啊 啊 就加减加减 好 好 各位朋友 在和平西路上 我刚把手上一单送到 厦门路 啊 就那单麦当劳 哈哈 啊 我现在要回到捷运古亭站那边去看一看 其实 啊 简单的说 其实是要远离 被带到永和的机会 嘿嘿嘿嘿 好 那么现在是6点52分 那我今天晚上 哎 单又来了 一公里的单 接 好了 各位朋友 我要去取餐啦 好 刚刚接的那一单 一公里的 又把我带往厦门街 哈哈 餐厅在厦门街 然后送单地点 好像也离这边不远处 啊 不想让我离开就是了 好啦 我要去取餐了 到厦门街了 好了 各位朋友 刚刚那一单呢 送到那个绍安街 啊 然后 哎 还蛮快的啦 就是静静的 那么我现在丁州路二段 那丁州路 那我就 哎 单又来了 1.1公里 我看要送哪里啊 不能乱送啊 还可以送南昌 可以接 好啦 我要去接焦塘工啊 就前面而已 各位朋友 我现在在南昌路和和平76 我刚把焦塘工那一带 餐点呢 送到了 那么我在这边 等了大概三分钟 喝口水休息一下 啊 那这边好像没有单 没关系 所以我决定呢 往老地方前进 老地方 是哪边啊 啊 金站老地方 因为这边呢 离那个富培那边 太远了 所以我决定呢 就是往那个金站前进 好 慢慢前进啊 嘿嘿嘿嘿嘿 跟着南昌路 这样慢慢走过去 说不定会经过这个 万华 不要万华 不要万华 呵呵呵 現在我还剩 一颗电池的电力 拉到万华去 我怕回不了家 呵呵呵呵 好啦 那目前是跑了 十一趟 十一趟 因为中午十一趟 现在二十二趟 所以我现在 晚上才跑了十一趟 哦 七点零九分 算一算 其实也算合理啦 合理的趟数 哦 啊 看看有没有办法 就是把它冲到 二十五趟 啊 好 好了各位朋友 才刚准备要离开南昌路 不对 才刚准备要离开 南昌和平溪交叉口 就接到另单 应该是接到两单 下两单的同安街取餐 然后送大安区的 不知道哪里 呵呵呵 反正我要看 公里数没有 没有超过两公里 我就把它截起来了 啊 好啦 啊 我已经到同安街了 现在我要往 往那个餐厅的方向走 啊 专心骑车 专心骑车 各位朋友 我现在是在金山南路二段 跟和平溪 哎呦 我才刚休息 哇 又是焦糖封同安店 OK 好我去取餐 好啦各位朋友 目前我在施大路四十九巷里面 我刚把手上最后一单送掉 那以前还是下雨 大雨 也没有很大的 就下雨了这样 那我跑了二十六趟 现在七点五十六分 啊 其实我就下线了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应该就够了啦 啊 不过我觉得这个雨还小小 应该还是可以挑战一下 不过 说老实话 我现在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的手机呢 要是装在这个夹链袋里面的话 我会上不去这个夹子 嘿嘿 断掉了 我刚刚有在摸摸下定 那明天才会到这样 明天才会到新的 所以目前现在就是没办法夹上去 那增加我就是 说中餐的困难 因为我得把手机放在口袋 雨衣口袋 然后一直拿出来看 会很麻烦 那我今天就先跑到这样子 然后二十六趟 准备回家 明天继续 好各位朋友 目前人在这个 新春南路 山段上面 刚发生一个超搞笑的事情 我手机呢 撞到那个夹链袋里面 然后放到雨衣的口袋里面 啊 结果呢 他因为那个 萤幕有点沾水 然后又跟夹链袋在那边 撞撞撞摸摸摸摸的 就自动帮我上线 还帮我接了一单 哈哈哈哈 我想说 哎呀天哪 怎么会听到那个 呃 那个单 静单的声音 这样 赶快拿出来看 那还好呢 接到单是在那个 四大夜市里面的那个 生草花枝羹啊 那就去取哦 就取了又 又再接到一单 所以等于是 花枝羹加燈籠乳味 但燈籠乳味 我后来聚掉 因为要等超久了 现场人真的太多了 那燈籠乳味啊 哈哈哈哈 真的 每次经过燈籠 或者是接燈籠的 都是还蛮伤脑心的 然后OK 然后 所以我就 那这单也是静静的 生草花枝羹 我就把它送掉了 所以我目前其实是27畅 最好笑的是雨已经挺了 哈哈哈哈 那现在半点14分 我觉得我今天应该也是 差不多先到这里 先送到这里为止 这样 因为我怕雨又下下来 我现在就赶快就准备回家了 明天继续努力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